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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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這個小偷一樣你要幹嘛 這道具準備很奇喔 我們等一下不是要去看金庫嗎 我們要去國立台灣博物館 哪有要看金庫 那邊現在叫做土地銀行 可是在當年日時期 它是日本圈圓銀行 台北支店 那裡面還有金庫 你知道在古今裡面金庫尋寶 刺激喔 我牌子這麼大 我看你是窮怕了 我看不掉界難鑽啊 我兩個小孩啊 雞怕那條小孩啊 那一定要走刺激的對不對 因為為了你這種肥肋 我們這邊準備了一趟旅遊 刺激喔不要嚇人躲在我後面喔 走 來…要帶你來看刺激的 現在幫你折起來 來…我手放下來 321就可以看到321 沒有… 它真的西蘭骨頭 你有看過火的骨頭嗎 你有看過這麼大的骨頭嗎 不是啊 不是要去看金庫 它看著恐龍骨頭 你不知道現在這個也是寶藏呢 我們先帶你來看到 如果你以為說要看金庫的話 要經過這一關喔 剛剛看你喔 想前想風了啦 就不要讓你等太久了 等一下… 我們去看金庫啦 來… 我們終於來到了金庫 來…你看一下這個鋼門 嗶… 我們要找警察先生來博物館 請不要封殺我們 我們是有水準的歷史節目 我的意思是說 你看這個鋼座的門 它是全鋼材打造的 你看裡面機關重重 而且你注意喔 你知道這個門有多重嗎 我讓你看一下這個門有多重 比我的體重這樣子拉… 都拉不動 你體重多少啊 不會 而且你要知道 一般來講是不給碰的啦 對 這個門一般來講是不給碰的 而且從1933年我們說 當年這個日本券業銀行 台北資電開始到現在 今天你有特權可以來碰一下 我們的歷史古蹟 你看你們這個機關重重 這個維護得很好耶 而且它好厚有三層 看裡面應該是金銀財寶吧 走 不要留下來 一起來看 你看你 這裡就是土地銀行的金庫 裡面我們說 有土施有財 無田不成富 旁邊這邊就是 以前的金庫 這就是以前的金庫 以前會貼封條 那個封條 這個太好炸開了吧 長得像那個大甲馬 要繞金屋 沿路都要貼的 這個就是木頭啊 所以如果人家以前知道金庫 在哪裡就燒一下就好了 這就是當年的有價證券 真的耶 對 我還看過那種債券 那種欠條 債券 有債證券 上面有寫什麼 番薯的啦 然後稻米的啦 那怎麼拿來抵押 用番薯來抵押 金五元暫時報國債券 對 那你知道為什麼要用什麼 番薯啊 然後那個米啊糖來抵押嗎 有價值了 不對 應該是輸太多了 哈哈 剛才你說到大甲 春秋戰國時期實際就有講說 齊國人是賭成風 中國人真的是很愛賭博耶 搞不好比西方人還愛賭博 那他們到底賭什麼啊 以前有什麼好賭啊 據說啦 賭博是韓信發明的 那古代每一個人賭的不一般 平民百姓大概比如賭賭骰子啊 人家說第三流啊 賭牌啦 對 那有錢人可能是玩那個 那種公衆啦 正所謂起手一隻天 有天就沒辦法 天地牙腳 比較少 天地沒有背 買頭牙腳 看字幕我都聽不懂 而且你知道喔 古代還有個賭神 嗯 說到賭神我只知道 周潤發 你是不是超人 賭神不是都要吃巧克力嗎 好大喔 為了你的尺寸喔 我跟妳說喔 嗯 你知道 講到賭神喔 除了 周潤發以外 中國古代沒有個賭神 誰啊 宋朝就有了 真的啊 妳啊 妳賭松文系的對不對 對啊 我賭松文系的啊 這本妳認得什麼 誰 李星掌 怎麼可能